由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和湖南卫视联合出品的庆祝建党百年特别节目 28岁的你日前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举办看片会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长佟小教 湖南卫视党委委员副总监沈欣 以及湖南卫视28岁的你总导演陈振出席 与第一师范的近百位同学 以及全国媒体代表畅聊28岁的你平前幕后的创作经历 据悉28岁的你将于5月30日起 每周日19点30分在湖南卫视播出 联合新华社打造庆祝建党百年节目首期 讲述毛泽东28岁时代选择5月30日 28岁的你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 这档由新华社全媒编辑中心与湖南卫视联合出品的庆祝 建党百年特别节目另辟蹊径 通过展现八期革命先辈的28岁重要经历 呈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风华 并聚焦当代同龄年轻人面临的共同话题和选择 回应青年新生引发情感共鸣 据悉 节目每期都邀请学界专家 解读伟人们28岁的故事 主持人何炯以及一位青年演员作为青春召集人 通过多元的艺术形式 还原一位伟人在28岁时的重要经历 在5月30日首播的节目中 青春召集人邓文致敬开播领袖毛泽东 演员王磊扮演青年毛泽东 看青子扮演毛泽东妻子杨开会 节目展现毛泽东在28岁时 面临关乎事业、亲情、爱情的抉择 回顾这一年 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 说服执亲家人走上革命之路 还参与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经历 以28岁为切入点 展现青春风貌多种艺术形式 还原28岁瞬间 从特殊的28岁切入 让28岁的你拥有了不同于其他 庆祝建党百年节目的青春风貌 这片人陈震在回答 为什么使28岁为切入点时 回答说 当初选择以28岁切入 是因为我们发现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正是28岁 而这个年龄 也恰恰是一个人从青色走向成熟的关键节点 有别于其他反映伟人历史事迹的节目 不难为使28岁的你 更多的是力图将历史课本里有着距离感的伟人 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28岁的你 在28岁之外的第二个破题思路 而人的还原 不能只依赖于专家的角树 陈震透露 节目中包括专家解读 舞台短剧 歌舞升华在内的艺术表现手法 都是为了把历史中这些人物的28岁瞬间 更丰富的呈现在舞台上 而通过扎实的剧本准备和舞台呈现 核心立足点的舞台演艺部分 完成了在极短时间内还原史实 塑造人物性格的目标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11月初创到今年5月启动录制 投入全部精力打磨半年多 28岁的你 希望通过节目 让当代年轻人看到信仰和坚持的力量 更希望年轻人不要忘记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每一个有理想的28岁青年 而这也是厚重题材青春表达的最终指向 王一博邓伦等青春召集人致敬伟仁义师范同学 愿景28岁当乡村教师青春召集人 是28岁的你 具有青春色彩的一个特别设计 除了第一期节目中邓伦看青子 王雷来演绎毛泽东28岁时的时代选择 在之后的节目中 王一博、张彬彬、李志廷等青春偶像艺人 也将用自己的方式来演绎和解读伟人事迹 我们希望通过青春召集人的能量 实现跨越百年的顶流对话顶流 偶像致敬偶像 通过当代偶像的角度致敬伟人 陈震表示 越是厚重的历史题材 越需要年轻的表达 用综艺的手法吸引观众 实现综艺与历史的平衡 只有坚守住史实的一 才能续写综艺手法的零 在当天的看片会现场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学生 不仅热情提问节目主创团队 还畅聊了自己对未来28岁的愿景 同学周月在观看28岁的你首期节目后 谈及自己对28岁的期许时表示 期望28岁的自己 能够如愿成为一名乡村教室 努力学习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这个淳朴的心愿 赢得了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 在分享了自己对28岁的期望之后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 还为大家朗诵了沁元春 长沙 让人更加期待28岁的你 在5月30日的炽热来袭 相机称之后 现在过来 我给你们猜过来 这一天 我给大家看 我给大家